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條影片非常的搞笑 而且中國政府的立場也讓小粉紅摸不清頭緒 好像紅線是可以隨時轉彎的 簡單描述一下 前幾天有一個中國網紅 騎車到了阿富汗的某座城市 看見了當地的商家 把五星紅旗當作是商品擺放的桌腳步 因此下車前驅理論 要求下架五星旗 最後花了點小錢 把五星旗給買下 並且警告對方不准侮辱中國的尊嚴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神奇的影片 我們再來講一下我說的峰迴路轉暖清典故在哪裡 這是阿富汗,剛才看了個吃眼的 必須要給他糾正回來 這是中國國旗 哈囉 誰是老闆 是你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為什麼你把這張牌子放在這裡 這是五星紅旗,他把他拿來當桌腳步 為什麼你覺得你懂了 他把這個國旗拿來做這個 不不不不 OK,取消 阿富汗 為甚麼 我要拿取消用他不幹 阿富汗 阿民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為什麼你不知道嗎 這是我的國家 我的國旗 他的名字是中國 你知道嗎 你明白嗎 這張牌子是秘密的 你知道嗎 給我這個 讓我拿取消用他不幹 為甚麼 我要拿取消用他不幹 那我把他買下來 給他買下來 OK 我給你錢 OK 多少 200 OK 沒有 給200塊你還不幹 多少 給我 多少 多少 終於來人了 還這麼多人 為甚麼你把他拿去銷子 我現在他不肯把他取出來 我現在給他錢 讓我把他買 給他 OK 你明白嗎 我明白嗎 我明白 OK 多少 多少 500 OK 500 OK OK 500 阿富汗你啊 OK OK 不要給我撕爛了 Yes Yes Be careful 這是阿富汗的北部城市 馬達 這裡很少有中國人來 這個老闆可能也沒想到 會有中國人看到他這樣做 但是我相信任何一個中國人看到了 都會跟我做同樣的事情 五星紅旗是不允許被褻毒的 為甚麼阿富汗會有很多中國國旗 被他們拿來這樣子燒他呢 真的太刺眼了 真的太刺眼了 起來了 Yes This is my country OK Don't do this I tell you again Don't do this OK This is the answer to China OK 各位都來人了 他們都在戳這個老闆 五星紅旗是不允許被褻毒的 I hope you don't do this Next time 看完這條影片 我當初看的時候確實 也認為啊 是這個中國網紅自己作秀 請商家把五星旗給放上去 然後自己再拍一條影片 建議勇為啊 救了中國國旗啊 拯救了中國的尊嚴啊 來賺取愛國流量 而 現在在中國的內網上 越來越多人表示啊 這是一場不實的事件 為了博取關注而擴大的虛假事情 在阿富汗 多數民眾啊 會對不同國家有著 基本的尊重 這是正常的人情世故 所以不會出現如此 褻瀆我國國旗的事情啊 再者 從秤流量的動機來看 當下網路流量 意味著利益 部分人受到利益驅使 喪盡了 原有的底線 其中啊 裡面文章還寫到什麼 這些中國網紅啊 刻意製造衝突和矛盾 全然不顧這樣的內容 會對國際關係 還有中國國家形象 還有中華民族的情感造成傷害 只是一味的 想要讓自己的這個影片或是文章 讓熱度飆升以達到獲利標準 這種賺錢賺瘋的事情 好比中國人在國內 若因不了解當地情況 而對 美國國旗有了看似不當的作為 美國人通常也不會大費周章的錢來心事問罪 啊 你把美國國旗給我撿起來 我來跟你買這個美國國旗多少錢 而在日常交往中啊 偶爾的無心之舉 可能是會發生了 大家都應該 互相尊重 以及了解 這可是中國現在網路上討論這個事情的看法 OK 但你們想想 今天如果這件事情 發生的不是在阿富汗或是俄羅斯等國 是發生在日本或是美國 乃至台灣 你覺得 中國的輿論網路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你覺得中共官方會不會趁機跳出來 宣揚一些理念 肯定是會的嘛 痛罵 日本 美國 台灣 瞧不起中國人 因為怕中國崛起 是吧 大家應該先照不宣中國官方會怎麼操作了 但是唯獨自己的好兄弟 敘利亞 阿富汗 乃至這個 俄羅斯 中共 官方是不敢 留所表態 沒辦法 有怎麼樣的觀眾 就有怎麼樣的媒體 就有怎麼樣的政府 大家愛看 就一直會有這種 無腦 抗日 反美 親俄 愛黨愛國 同意台灣的影片出來 不然 我問你各位 怎麼會出現中國球迷 大規模的 在廈門足球場 丟人現眼的事件呢 怎麼會大規模的出現 痛罵印尼 中國永遠是你爸爸的口號出來呢 最近確實越來越多粉紅不滿意 為什麼給日本單方面免簽30天呢 而中國公民卻沒有同等的待遇 進入日本免簽 其實非常的好理解 就是 日本永遠是你爸爸 0比7嘛 台灣其實也是你爸爸 昨天 16比0 我換句話說吧 你們應該就更好理解了 大概就是你們 主動單方面的宣布 你家臥室 你家大門對敵意熱巴敞開 但敵意熱巴的家門 跟臥室 不對你家敞開 以前中國人民敢 上街 痛罵 出賣中國利益給日本 讓利益給日本 中國卻沒有得到相對應的回報 這個 中國最近也是宣布把這個 釣魚台附近的這個 浮標給撤走了 對吧 現在的你們 卻不敢上街 痛罵習近平 是個漢街 讓利給日本 只會在那邊 陰陽怪氣 是誰做了這個決定 是誰 這是放虎歸山 快過年了 大家好好做好 保護 日本人 快來啦 這兩天下的不是 而是戰士的血 對吧 再這樣下去 我會有危機感的 豬此類 一直瘋狂的 痛罵日本 陰陽怪氣 日本 不敢罵做出這個 決定的習近平 結果最近中國 衛生免不是出大事嗎 這些人還不是跑去香港 或是日本 代購 買爆日本的衛生免 為什麼 影片的後半段我們來說一下 昨天外媒金融時報 證實了 中國新一任的國防部長 董軍 被帶走調查 這個消息早在11月10號左右 還會有非常多的中國反賊 在傳了 而根據外媒的線人消息 董軍目前涉嫌貪污腐敗罪 正在接受 共產黨的黨 紀部門檢查調查 金融時報是一個很嚴謹的媒體 肯定是做了反覆的內線確認 才會報導出來 當然我國的林芝草 可不認為金融時報是一個 非常國際的 有公信力的媒體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 金融時報也出來說這個國會亂象 國會爛權的事情 而這一年以來 是第三個中國國防部長被調查乃至落馬的消息 你不說我都還以為中國現在正在打戰 而且是打了好多次敗仗 習近平不爽 開除了中國國防部長 去調查他是不是貪污腐弊 導致中國軍隊屢戰屢敗 但是中國目前沒有發生戰爭是吧 可見中共內部的民爭暗鬥已經打到了非常激烈的白熱化了 董軍算是習近平派系那裡的人馬 11月初中國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的派系 與福建幫的派系鬥爭 牽扯出了一系列貪污腐敗的戲碼 所以董軍也算是關係人物之一 因為他也是福建幫派系的人 推舉他上去當國防部長的 所以目前正在被調查 我們可以看出這是兩個派系在奪軍權 我們還可以從一個地方看出細節 昨天外媒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提問的時候 毛寧簡單的說了一句話 這是捕風捉影 態度與先前秦剛被外網傳出落馬的消息 是差不多的 那個時候中國外交部也是簡簡單單的回憶 也不繼續辯護 也不繼續在痛罵這個消息 什麼子虛物有 美方要抹黑啊日方要抹黑啊 思想要打垮中國 不會沒有發生這件事情對吧 這代表他們中共內部還沒有定案 外交部肯定也是不太熟知 現在到底是哪一個派系的人馬 占了上風 這個調查是不是 只是抹黑 還是說 福建幫的 某一個派系 某一個分支真的快落馬了 所以他們也不敢 太肯定的給出答案 所以講了這種 輕輕帶過趕快下一題 那我們看了這兩年以來 中國的外交部長 三任的國防部長 前火箭軍的政府司令 全部落馬 我這邊說的還是算 很高層的 什麼 將軍啊 少將啊 還有乃至 中校上校這個我們就不談了 談這個進去的話 估計更多 你看一下中共鬥爭跟軍權的鬥爭 多麼的嚴重 當然目前還在調查階段 董軍會不會被定驗落馬 這個還要看他這一個月內 會不會公開露臉的 出席一些活動 才知道 因為畢竟國防部長 在中國是要時常露面 或是去參加一些會議的 而且大家知道嗎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這三任國防部長 包含 魏鳳和 李尚福 董軍 都曾經在國際會議上 公開的對媒體 嗆台灣 堅決 抵制台獨 台獨不得好使 結果三人自己都先給A死了 台灣都還沒打 自己先打沒了 到底是你們在打台灣還是在打習近平呢 而最近呢 我們總統賴清德將出訪 太平洋島國 可能會 入境到 關島 或者是夏威夷 這個美國的屬地 或是美國的領地 是吧 而中共官方目前傳出 要在賴清德出訪之後 實施軍演 所以我國國軍啊 昨天晚上乃至清晨的時候 在金門已經率先軍演 所以這個軍演之後 你在軍演 你的氣勢其實就已經輸了 是吧 所以 不得不說啊 我覺得賴清德 這一屆我覺得 做的還蠻易的 不會像以前 人家主動打你了 你才會 稍微回防一下 現在是你會主動 捍衛自己 我出訪哪國 是我的自由 是我的權益 你憑什麼要對我軍演 是吧 我覺得 這挺好的嘛 而昨天晚上 嚴格上來說 應該是今天 凌晨半夜 雲南省竟然放出了習近平思想的廣播 吵到大家拍片 發外網 痛罵 甚至當時的微博時事關注 有好多人在講說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呢 雲南半夜廣播突然響起 還讓不讓人睡覺了 老明 對吧 還有人說什麼呢 咋啦 不知道大半夜怎麼廣播了 好像是全省一起的 但是 這個廣播是什麼 哎 微博 大家的關鍵字 都不敢打出來 也不敢 放聲的痛罵 是哪一個人 放出來的 只是說 哇好吵 見鬼啊 我們帶大家來看 這一系列的影片吧 故意露個號12點鐘 突然 小曲打廣播 還是不過習近平的這個 文化思想 你媽鬧鬼的 歷史維吾主義認為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矛盾運動規律 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 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 既是經濟同樣 軍事力量等 實力提高的進程 也是價值觀念 思想文化等短實力提高的進程 我們可以看到 只有發外網的這個人 才講出習近平這三個字 沒錯 昨天晚上 今天凌晨半夜的時候 雲南全省 放出了習近平思想 關於經濟工作報告的內容 但是中國央視今天早上完全沒有報導 微博也沒有熱搜 雲南省半夜放出了 習近平 經濟工作 檢討 報告 之類的 沒有 非常奇葩對吧 想想今天在台灣或日本 半夜出現個什麼總統或是首相的講話 我跟你說 分分鐘上新聞 不管是誤處或是怎麼樣 都會有新聞討論 但在中國不好意思沒有 而且大家細細聽 裡面播放的重點在哪裡 經濟 那是不是有人故意 要用習近平的話來諷刺習近平自己的施政理念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經濟現在非常的倒行逆施 非常的差 在大概上個禮拜吧 有一個中國的 200萬還是400萬的網紅 大翻車 他在痛罵 為什麼他刷抖音 刷這些 快手的時候 常常刷到一堆找不到工作 或是面試失敗 然後月入三五千 一直在抱怨自己 這個經濟越來越差 存不到錢的 中國年輕人 所以他就在質疑 是不是這些人 遊手好閒 這些人趕快去找工作 沒想到 他這個影片 一出啊 直接讓他 掉粉了 120 20多萬 雖然小粉紅對外不承認中國經濟 確實 美況 但是你們自己本身的行為已經出賣了你們自己 如果今天只是少部分 的群體 日子難過 失業率在一個社會可接受範圍內 你這樣去講 你可能不會掉粉 120多萬這麼多 是吧 還讓這個中國行出來為自己 過去的行為道歉 那肯定是經濟已經下行到的程度 變成了大群體的大氛圍 是吧 所以大家才這麼氣憤的去幫你取消訂閱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有一個人拍了一個反駁的影片 姚毛月 我來回答你為啥現在大學生找工作這麼難 我是北京中央財經大學的計算機碩士 我自己的求職要求是 每週加班不要超過兩天 地鐵通勤不要超過四個小時 雙休 有五險一斤 希望的薪資是10k 我不需要五個都滿足 五個裡面有三個就可以了 要求已經這麼低了 兩年以來我三份工作沒有一份能幹的長久的 又不是因為公司效益不好裁員 就是因為公司發不出工資 就直到現在我在北京生存都困難 是因為我不夠努力嗎 找工作不難 你在北京長大 你感受過早高峰的天通院嗎 我每天坐四個小時的地鐵 哦不對 不是坐是站 然後還要在地鐵上隨時準備掏出電腦來改方案 早上七點出門 晚上十一二點才能回到我那個3000塊錢租的老婆小出租屋 每個月出去房租吃飯 兜裡就只剩一兩千塊錢 就這種情況我還堅持幹著 結果不到一年公司發不出工資了 我只能辭職 直到現在我還在跟前公司仲裁欠薪 你覺得這是因為我不夠努力嗎 就我今天剛看到的數據啊 二五屆的高校畢業生數量是1222萬 但是五年前才不到800萬 而且今年的普本朔博就業率只有33% 就更不用說本科和大專了 我山西小縣城出來 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寒窗苦毒了十幾年 我覺得我已經夠努力了 本來以為走出校園 參加工作我就能享福了 結果早出晚歸一年下來 工資還沒有你一條廣告稿 你呢北京戶口 初中北京四中 高中北京八中 中傳保研北大 一天包沒上過 不知道你換到跟我一樣的出身背景 你還能保研北大嗎 你還能開豪車住豪宅嗎 你一個佔盡資源 吃盡時代紅利的人 現在怕別人來搶你飯碗了嗎 怕別人來跟你分一杯羹了嗎 就是你吃肉可以 別啪雞嘴行嗎 好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這個訂閱 不想記得 一定要幫我封閉 我是吧 下次再見了 掰